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一下香港临时政府 香港临时政府是从最初的反送中 到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当然现在有反蒙面法 然后就有了香港临时政府 这里面有非常高超的政治智慧 不能够走得太快 很多人很早就说 我们要香港奴隶 香港临时政府不是香港奴隶 乳哥说香港临时政府 习近平还穿有一条内裤的话 香港独立 那就是老门了 那现在到香港独立还有一块 还缺个老二一支枪 你如果是镇压 当然了 可能像内地城市一样 像六市一样 那香港也就没什么戏了 但是也可能拿到枪的部队 宣布香港独立 这个时候香港独立就有枪了 当然他还有部队 还可以广州军区的部队 来围攻香港 但是大家知道 枪里都是没有子弹的 一旦装上子弹 是不是广州会独立 广东会独立 福建会独立 这个不好说 到时候习近平的命 可能就没有了 不是裸奔的问题 未来的一些情况 大家不可知 那对于香港临时政府 现在李嘉诚 守作为一个先锋部队 第一先把旗撤了 第二他们的很多店面都关了 香港临时政府没有成立 李嘉诚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 还有香港特区的旗已经摘掉了 估计老狐狸 这个情报比较准确 既知道 这个香港临时政府要成立 也知道 这个反蒙面法 可能要准备实施 这些东西 他的情报比较准确 所以呢 他不知不生的呢 先做了一些行动 当然呢 出了李嘉诚 他的儿子李泽凯 周润发 很多知名的人物呢 开始向香港临时政府拒络 当然呢 他们现在说起来 还不是香港临时政府的成员 但是 大家知道 武昌其一声炮响 那支持革命的李温洪 其实是叫通情革命的李温洪 他还不是支持 他从来不是革命的 但是呢 他就成了首面人物 就成了副总统 后来还成了总统 这个李嘉诚周润发呢 这些先期支持 香港临时政府的人呢 有可能呢 会成为领受人物 因为很多年轻人 就是十五六岁的 我们讲小孩 四五六岁确实是小孩 意气风发 但是呢 可能 当这个总统当不了 特首也不符合资格 还要上学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些头面人物呢 可能呢 会成为未来临时政府的核心 对他们来说呢 可进可退 就是说呢 既可以 以后可能香港独立 又可以呢 回到五大诉求 跟中共谈判 当然目前回到五大诉求的机会不大 怕香港老百姓不大 我对香港临时政府的情况呢 大概今天解读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这是什么情况下呢 我说是什么情况下呢 我说是什么情况下呢 还有个人 因为人家有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说是什么情况下呢